以赛亚书第27章 到那日,耶和华要使用他锐利、巨大和有利的刀 惩罚鳄鱼就是那快形的蛇 惩罚鳄鱼就是那蛆形的蛇 并且要杀海中的大龙 到那日,有个初九的葡萄园 你们必指着这园歌唱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时刻浇灌着它 并且未免有人毁坏它 我日夜都看守着 我再没有愤怒 若荆棘和吉利与我交战 我就上前践踏他们 把他们全部焚毁 除非他们抓住我 做他们的避难所 与我和好 与我和好 在将来的日子里 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必遍布地面 耶和华击打以色列人 岂向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呢 主杀戮以色列人 岂向杀戮那些杀戮他们的呢 不 你只是渐渐地 借着他们被掳 与他们相争 在吹东风的日子 就用暴风把他们煮去 借此 雅各的罪孽才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以除掉的条件 全都在于此 就是他叫祭坛上所有的石头 都变为破碎的灰石 使亚瑟拉和湘坛不再树立 坚固的城变为凄凉 成了被撇下 被放弃的居所 像旷野一样 牛犊必在那里吃草 在那里躺卧 并且吃尽那里的树枝 纸条枯干了 就必被折断 妇女必来拿去生货 因为这人民愚昧无知 所以他们的创造主不怜悯他们 那造成他们的不向他们施恩 到那日 耶和华要从又发拉底的溪流 直到埃及小河收集他的谷物 以色列人啊 你们必一个一个被捡食回来 到那日 必有大号角吹响 那些在亚树地快要灭亡的 以及那些被赶散在埃及地的 都要前来 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在这边